今天晚上的社會焦點 臺中這名三十三歲的男子 喝完酒之後 他開車經過路口 就沒想到失控是撞擊到停在路邊 停車格的三臺車子 被撞的車主 他剛好停好車 準備去跑步 結果因為發出巨大聲 想要折回來看 沒想到這名肇事的駕駛 因為酒駕 他心虛 他跑了一百公尺 躲進附近的夜店藏起來 最後還是被警方逮出來 酒測值零點七二 被依法送辦 巷子裡面嗎 遠景騎了機車 追進夜店後面的小巷子 要抓趙陶駕駛 方便進去找一下 大批遠景围在窗戶旁邊 發現有血跡 正準備要衝進去 趙氏駕駛卻自己主動現身 警方當場進行酒測 發現這一名三十三歲的潘信男子 酒測值高達了零點七二 因為頭部受傷 救護車到場協助借護送醫 他造勢之後人就跑 就直接下去跑進去 然後我再從後面去追 然後他發現說有人 然後手在裡面 然後我在叫警察整個圍過去 再把他抓住 造勢的黑色賓士車停在路中間 右側車頭幾乎撞爛 滿地的零件碎片 波及了一旁 停在停車格內的三台車 這輛雙B休旅車 被推撞到衝上了人行道 連後輪都位移 還有路人也被撞傷 我轉頭看 我感覺他撞到我就跑過去 我還是被撞了 就出發去中了 我們是停在這邊 然後我們準備要去跑步 我們剛跑沒有 大概一百公尺 就聽到砰一下 我們就覺得是滿誇張 然後就趕快跑回來看 車禍地點就在惠文路 跟上學路口 十號清晨五點多 33歲的潘姓男子 喝了酒後 開著雙B轎車過彎時 撞上了路旁三台車子 一時心虛 狂奔了一百公尺 躲進夜店裡 眼見大批警力道場 才乖乖走出來 最後被依公共危險 還有肇事逃逸 移送法辦 記者方皮文 賴文良 台中報導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